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学有没有个doctoran 医学有包含了学理还有实际操作如诊断 治疗或者预防疾病 阿米娜你知道吗 这个医学个doctoran 英文是medicine 它是来自于这个拉丁文medicus 意思就是doctor就是医生 有趣吗 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咯 上课咯 医学 ilmu kedokte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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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有这个医防医学 它是什么呢 就是 profilaxis профilaxis 那至于这个医防生语治疗呢就是 那么如果西医怎么说 西医是 kedokteran barat kedokteran barat 有西医当然有中医啦 中医就是中国传统医学 就是 pengobatan tradisional Tiongkok pengobatan tradisional Tiongkok 例如是什么呢 akupunktur就是症状 这个rehabilitasy就是跟这个运动医学有关 现在非常的夯 它英文是kedokteran olahraga kedokteran olahraga olahraga就是运动 像英文这个sports medicine 那运动医学之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公共卫生 kesehatan masyarakat kesehatan masyarakat 那么小儿科呢 怎么说 是 pediatri ilmu kesehatan anak pediatri ilmu kesehatan anak 还有一个呢 kedokteran hewan hewan是动物 所以kedokteran hewan 就是兽医 因为现在非常的 hang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小孩子 他的小孩子 没有小孩 anak 所以呢 也会带到这个兽医 kedokteran hewan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 另类疗法怎么念呢 另类疗法 pengobatan alternatif 另类疗法 pengobatan alternatif 也有人称为 这个 替代疗法 therapy alternatif 因为alternatif 就是替代的意思了 那这是民间传统医疗 也就是像这个 中医的针灸啦 刚刚讲过 就是 acupuncture 还有一种呢 是印度传统的医学 就是 Ayurveda India 对啊 这个 Ayurveda India 在台湾也是 很多人喜欢 比如说 买他的肥皂啊 这些 都是他的治疗之一 瓜沙就是 这个 就是瓜的 这个意思 所以 印尼也有 就是瓜沙 还有哦 就是这个 扎木 扎木 就是印尼的传统 草药 那是用喝的 而不是用吃的 就好像我们的 这个科学药一样 要加这个水 用热水 然后把它喝下去 扎木 叫做 喝扎木 喝扎木 对 喝扎木 就是喝这个 印尼草药 不是中国草药哦 那还有一个呢 像这个 Dugun 这个Dugun 其实是这个 非常民间的一个 不好的疗法 那么今天的 学医 你学会了吗 谢谢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terima kasih sampai jumpa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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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